安奇拉被丟棄在停车场控地 被发现时身上爬满蚂蚁 经济崩盘加上独裁统治 委内瑞拉危机四伏 超过一百万人 徒步到邻国哥伦比亚 孩童沦为暴力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 甚至被亲生父母丢下 调查发现有44万多人 非法拘留哥伦比亚 四分之一是年幼孩童 警方发现有孩子没人照顾或沦为性工作者 只好将他们移送儿福机构 即使一家团圆有个地方栖生 却也是没有品质的生活 小小年纪却错过发育成长的机会 十个人挤一个房间 没有床和家具 一个月租金折合台币两千零八十元 父母就得靠贩卖走私货来筹房租 有的人则赌上一切 希望移居其他经济能力较好的国家 会把未来交给命运 因为他们认为委内瑞拉实在呆不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 美国今年通膨率会高达百分之一万三千八百六十 高居全球之冠 日子恐怕只会更难过 大家先闻 明镜留好兵役 明镜留好兵役